好,那么我们首先呢,先回顾一下上次课内容吧 上次课呢,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RDD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方法,是吧 那么重点是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Cache Cache,Cache这个方法 是不是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transmation 严格的说它并不是一个transmation 而是它标记了某一个RDD 未来要进行Cache Cache这个方法,它有没有生成新的RDD啊 是不是没有生成新的RDD吧 是不是也没有处罚exion啊 也没有处罚任务执行 出发任务执行 对不对 它只会标记 只会 标记 该 RDD RDD 会 会被 放到 RDD 对应的数据啊 RDD 对应 应该说RDD分区 RDD 那么什么时候被放入到内存呢 什么时候 是不是第一次 处罚exion 处罚exion 会被放入到内存呢 那么这个Cache方法在什么时候使用啊 还记不记得 是不是以后 你希望你计算的这个程序返回的结果 要快 是吧 那你想一想 它这个适用场景如果我就处罚一次exion 我有必要Cache吗 没必要 是不是 是因为你这个RDD以后会被很多次exion 处罚 会处罚很多次exion吧 那么处罚这个exion 是不是要使用前面很多 使用前面一些共用的数据吧 对不对 没问题吧 是吧 好嘞 那么这个 这个Cache方法 这个Cache方法 这个Cache方法我们在用的时候 不要把ADMI里面的数据全 拿过来 直接就Cache 除非是你的计算资源内存比较大 是不是 我们建议是 先过滤 将过滤之后的数据数小范围再进行Cache 那Cache是不是有很多的存储级别啊 默认是不是只保存在内存里边 它是不是还可以保存在司法里边 还可以保存多份吧 是不是还可以指定是不是区别化 还可以保存到归外内存 是不是保存到什么TACYAR 啊 这种分布式内存系统当中 对不对 好嘞 这是Cache 然后这个Cache 还有一个叫做看 对不对 这个Cache point 生成新的RDD 也没有处罚Action吧 是不是也会标记 未来会被做Type呢吧 也是标记 以后处罚Action 时会将数据保存到FDFS中 那么在做Tipunt之前 首先要设置一个Tipunt DIR吧 对不对 那么在做Tipunt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是希望 先将数据过滤 然后再做Tipunt吧 你想一想 原来那个数据 就是保存在FDFS里面 然后你读进来之后 没过滤 然后直接就Tipunt 相当于是不是将FDFS的数据 原分不动的 读然后又写到IDFI里边 对不对 那么这个Tipunt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是不是 我希望以后我计算的中间结果 能一直的存在 是吧 能一直的存在 那这个Tipunt里面数据 也可以把它 你这任务执行之后 也可以把它去删除掉 OK 那你想一想 我要做一些复杂的迭代计算 是不是要保证 这个中间结果不丢啊 如果丢的话是不是它恢复的代价都特别昂贵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Tipunt是吧 OK 这个是Tipunt的方法 Tipunt的方法是不是也是 在第一次出发Action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做Tipunt的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给大家写了一个根据IP地址 地址计算归属地 是吧 那这里边呢 是不是重点给大家讲了几个小算法 是吧 一个是将IP转换成十金字 那么这里边呢 是不是又位的货运算 位的一位 是不是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算法 固定的一个算法 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 是不是二分法 二分法刹长啊 二分法刹长 还有一个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广播变量呢 那问一下大家 为什么要使用广播变量 因为我是不是希望 将我的处理的数据啊 处理的访问日志的数据的IP地址取出来 转换成十金字 然后匹配规则吧 那你想想匹配规则 是不是应该 每一个e-scrooter里面 都有全部的规则 因为Task在执行的时候 是在 e-scrooter里面执行的吧 那么他是不是希望 这个规则呢 要放在内存当中 如果放吃盘里面 他限读又特别 慢 是不是 他希望在内存当中 进行匹配啊 那就意味着 每一个e-scrooter里面 是都应该有一份 有 有且仅有一份 这个规则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有这个规则之后 我来了一条数据 我是不是可以 在内存当中进行快速的匹配吧 找到对应的规属地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这个IP规则啊 它有可能分散在多台机器上 也有可能仅在一台机器上 那怎样才能让这个IP地址 对应的这个规则 跑到属于该任务的所有的e-scrooter里面呢 是不是 首先呢 我们要把IP地址 在Driver端装中 Driver中 是不是读取出来 然后通过Driver端的一个方法 把它给广播出去 是不是 把它给广播出去 那么这个广播这个方法是同步的 什么是什么是同步的 如果我这个广播这个内容啊 广播这个内容 没有广播完 我下面的代码 再上读取访问日志 然后对访问日经切分 这个方法会执行吗 不会 你想想你 你的规则没广播完 以后我执行这个查找 是不是有可能查找不到啊 那么它是先进行广播 然后代码才会往下走 OK 好来 好 这个广播变量啊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啊 但是呢 这个广播变量呢 它有局限性 有什么局限性呢 这个广播变量 一旦广播以后内容就 不能改变了 广播 出去 的内容 一旦 一旦 广播出去 就不能改变了 那么 这个是不是有一些局限性啊 你想想以后我的规则 有可能随时的写入 随时的发生变化吧 很多同学在出去面试的时候 被问到这个问题 那 你不会随机的应变啊 那么这个广播变量不能变 我能不能把这个规则 写到其他的 类似于这种内存文件系统 或者是 或者是内存数据库当中啊 你想想他是不是就是希望快速的能匹配上啊 我不放广播变量里面 我放其他的可以快速匹配的 这个内存数据库 或者是内存文件系统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啊 但是你们现在好像都没学 那么 那么如果需要 需要 需要 实时改变 的规则 那么可以把它放在哪里啊 可以 可以将 规则放到 Redis当中 这个Redis也是一个内存数据库 也是一个内存 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数据库 好像你们没学是不是 正好后边我们来学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个 根据IP地址计算规则途地 后边呢 我们是又给大家讲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 叫FullEach和FullEachPartition 请问这两个方法 是 是 什么类型的方法 是不是 Action呢 它是不是会处罚RunJob吧 会处罚RunJob 处罚 任务提交 是不是 好 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FullEach 这个方法有没有反位则 没有 然后它里面传的函数是什么样的 我注意 我说是FullEach FullEach是不是拿出来一条 处理一条啊 而这个FullEachPartition呢 是不是一次拿出来一个分区啊 一个分区里面是不是有多条数据 那么我们是不是用 可以用一个跌器来引用这个分区里面的多条数据吧 没毛病吧 是没毛病 好 那么这个FullEach 它这个方法和FullEachPartition 是不是都是没有反位则啊 有人说没有反位则 就是Action 对吗 我们那个Tipant它也没有反位则 难道它就是Action吗 关键是不是要看一看它以后 有没有处罚RunJob 是不是 它要如果是调用了RunJob 它是不是就会处罚任务的生成并提交啊 还有一个特点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没有产生最重要计算的结果 也就是说执行这个方法之后 你不管是通过控制台还是通过ADFS还是通过MySQL 可以查看到它已经把这个数据计算出来了 是不是Action的特点是不是有现象 有结果产生啊 Action Action的特点 是会处罚任务 有数据计算的结果产生 好嘞 那么有人说没有反位值的就是Action 对吗 我这个Collect是不是一个Action Collect是不是一个Action 是不是 它有没有反位值 有吧 它是不是将计算好的结果收集到Driver端了 那么 Take是不是一个Action RD 我说的是RD上的方法 Take是不是一个Action 它是不是也会处罚任务的执行 然后把计算好的结果收集到哪一个 Driver吧 然后Count Count是不是也是一个Action 对不对 没问题吧 那他们是不是都有反位值啊 并且这个反位的数据是不是都收集到Driver端了 Action 那你想一想以后呢我们是不是要计算大量的数据 如果这个数据呢计算完成之后还是量特别大 我们想把这个数据呢写录到MySQL HDFS Redis 或者Aspace当中 最好用哪个方法 是不是用ForeEase 这个方法是不会处罚Action 那么它以后生存的任务是不是在每一个eScooter里面 并行的将数据写录到外面的存储系统当中吧 对不对 那么这个ForeEase 法地层是不是 你想写 写到YSQL 写到Oracle 写到Reddit当中 写录到SB当中 是不是写录到这种外部的数据库当中 是不是每一次写都要有一个链接啊 如果我一条一条写 一写一条拿一个链接 写一条拿一个链接 那么对那个链接 简直是浪费 是吧 对资源消耗太大了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 写多条 这个多条写完了之后 我是不是把这个链接给关掉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ForeE法地层 是不是 你一个分区里面有多条数据 在那个分区写完了之后 不再把这个链接给释放掉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时候既可以节省 这个链接的资源 又可以快速的将数据 写入到数据库里面 对不对 好 不错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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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